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台灣的修剪果樹的樹枝跟葡萄藤大概有兩百萬噸 那以大春香的葡萄藤來講大概有兩百五十噸 這個東西過去都有亂丟亂燒 現在不曉得如何處理是好 每年都有 樹葉跟樹枝都要剪就好 對對對 就是要修剪 每年都要修剪 我們葡萄就是靠修剪矮化處理 葡萄是修剪藤蔓 果樹是矮化處理 那修剪的樹枝呢就是要處理 過去是當廚房的燃料 因為現在沒有 所以變成是什麼 廢棄物啊 以前是燃料啊 廚房會燒掉嘛 現在廚房用瓦斯之後呢 就變成廢棄物吧 廢棄物之後就 農民亂丟亂殺嘛 所以變成沒辦法解決 那我們一直在推 行軟再利用 那可以的話怎麼處理 有人想說要做堆毀 但是堆毀失敗 那堆毀是最簡單 現在目前就是 因為它的木質數很高 不是有做堆毀 然後用堆毀是最好的 我們葡萄藤修剪完以後 回收再回來以後 我們就把它堆放 那葡萄藤它本身 沒辦法連續燃燒 所以我們就用粗糠 這個方式去把它補這個空隙 那空隙完以後 從上面點燃 點燃之後呢 它就可以連續燃燒了 然後這個我們就推到前面去 推進去 我們推進去之後 到這個爐子 那這個爐子叫做 限揚悶燒碳化爐 不是燃燒爐 它是用悶燒的方式 好 那悶燒的方式 就是我們要自炭 跟木出液 然後自炭的那個 燒正來的炭以外 那個煙霧 過程當中產生的煙霧 我們透過乾溜冷卻的方式 就把它變成醋酸 然後醋酸 累積在這裡 它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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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OK 好 那這樣把煙霧冷卻下來之後 就沒有煙霧的問題 然後這邊是水冷室的排煙管 排出去 那這個排出去之後 我們就在尾排 那邊看不到煙 我們就尾排 那邊就看到的煙很少 OK 這就是我們 葡萄藤最好的處理模式 就用現揚悶燒碳化爐的 然後我們的葡萄藤 燒出來就會有糖 那木頭的話燒出來就會有木塊 燒出來就木塊 那一般我們農業上在用的 不是要用塊狀的 我們是要再把它打萃 在篩選之後變成粉狀 所以炭塊我們就改成到粉狀 那炭塊可以做烤肉用 我們炭粉就回到我們農業上用 那這個炭粉它本身 是一個鹼性的東西 皮質大概10 所以它可以改善酸性土壤 再來它的化解成分是碳酸鉀 所以它可以提供作物 成長所需要的甲肥 然後葡萄吃起來的話會更自然的甜 更好吃 好 那淹露產生的這個就是木粗液 那這個木粗液呢 我們經過靜置沉澱之後 再把它過濾之後變成這樣的 那這樣看起來就要有透明的 這透明的這樣可以看 透明的這樣 OK 好 那這個木粗液呢 它可以再經過調製 我們可以加微量元素 進去以後 變成促進開挖結果很好的營養液 你種百香果不開挖 我們可以讓它開挖結果 你開挖結果 掉果很嚴重的 我們用這個下去的話 可以讓它結果累累 好 然後除了這以後 我們還可以做自然農藥 無毒的這個農藥 可以浸泡辣椒粉 倒手香 苦茶破 然後浸泡以後呢 15天之後呢 過濾之後 就可以變成黃製 立足存向的自然農藥 我們這個燒一爐大概兩天 燒這進去的話 燒出來 燙花大概兩天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木頭的話 一大的話 可能要四五天 這個是在燙花的時間上 會有這個區別 那你說這樣 你有沒有這樣估計過 比方說 可能一百公斤的那個素質 加上 可以燒出多少的木醋液 OK 好 那按則上我們這個爐子 一次可以處理 大概五百公斤的糖跟素質 那這樣之外的話 我們大概製成的那個 碳粉的比例 目前大概一爐製作起來 大概差不多剩下八十公斤 五百公斤剩下八十公斤 然後做成的木醋液呢 大概有十公升 然後這邊的實驗是 我們做成的碳粉 我們到底要加多少的碳粉 才能夠讓植物生長得漂亮 所以我們就做了碳的使用量的一個實驗 然後碳最旁邊那個對照組沒有用 然後我們加五十公克 一百公克 一百五十公克 兩百公克 兩百五十公克 我們看它長大之後的變化 這是我們初期的一個生長 大概十天左右的一個現象 然後再來使用碳 它沒有蛋素 所以我們再用有機回 再做一個實驗 那有機回我們實驗的時候 是用對照組不加肥料 我們之後再加一百公克 兩百公克 三百公克 四百公克 五百公克 這樣的一個實驗 然後這樣實驗之後呢 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加多少的肥料 對它幫助更好 我們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 我們把有機回跟碳 兩個交叉實驗 那交叉實驗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 一百公克 兩百公克 三百五百公克 加進去的那個 蔬菜 它的長得怎麼樣 到底是要加多少肥料 加多少碳 才是最佳的配比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少使用化學材料 我們可以不用化學材料 一樣可以種出很漂亮的有機蔬菜出來 不是說用傻的啦 我是用拉的 對那個葡萄樹有什麼樣的幫助呢 它可以改善酸性土壤 再來它本身可以提供天然的甲肥 讓葡萄吃起來更自然的甜 這個用意就是說 我們要介紹 碳的排水跟保水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水 全部用一千五百CC倒進去 然後我們再看它的那個變化 所以老師這土是有跟什麼像沙土或是有 有有有有 好你看 像這個有沒有 它排掉了 好啊這個你看 它現在幾日都蓄進去了 所以海綿城市不是在說說幾多少水 是要把燙加到土裡面去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些土都是有加炭下去之後 我們上面有標示 對 我是用一個很簡單的實驗就可以說明的啦 所以龍士所那個陳博士他看到這個很 這個土它馬上就排掉了 所以我們會淹大水嘛 那碳你看到現在還排不太出來 然後這個土加碳 加碳進去後 它也排不容易 然後土加回料 有去回料它也吸住了 然後後面那個 土加回料又加碳的話 它會稍微排 這叫透氣性 你在種菜種蔬菜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那邊的實驗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邊就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說 我們家的水1500cc下去之後 土裡面它沒辦法保水 它馬上就排出來了 那碳呢 它幾乎乾的碳 它幾乎把1500cc的水都保住了 碳土加碳一樣 它這個水一樣可以幾乎都保住 然後這個土加回料呢 一樣可以保住 但是我們種蔬菜水果的時候 這時候就要怎麼樣 要一點排 含水又排水 所以這邊只有少洗的 這是第一次的一個實驗 然後我們可以再做第二次 從來 這個實驗 再次來的話 我們要來做一些實驗 但是我們要來做一些實驗 的話 我們要來做一些實驗 我們來做一點點 如果我們呢 我們要做一些實驗 但是我們要去做一點點 怎麼做 真的 那這個實驗 就是我們要做一點點 我們再加1500cc的水絲會發現 圖還是一樣它沒有保水的能力 但這個碳呢 現在開始就有點排放 然後這個土加碳呢 它就開始慢慢再排放了 那這個土加回一樣 它已經沒辦法再排了 但是這邊呢 土加回加碳之後 它又可以再排 所以最佳配比就是說 我們種蔬菜水果 要用的土糧裡頭要加有機會 要加一點碳 那這樣之後 土糧才會有透氣性 有排水性 有保水性 那相對的這樣種出來的蔬菜 水果會長得更漂亮 種出來的葡萄會吃起來更好吃 台灣的葡萄藤 跟修繭果樹的樹枝 大概有200多萬公噸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是好 所以我在推動用 悶燒碳化來再利用 這個就是我們在強調的 這樣一個 國際性的一個 碳化研討會上要發表的 加碳化設施 就可以了 到的 再進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